从英文认识地球 这一集讲的有几个效果 第一个就是尝试 对地球的尝试会知道很多 它的讯息量比较大 第二个就是对英文 因为这是维基百科 当维基百科写地球很长 我把它载入一些比较重要 比较需要知道 这个是综合新英文 包括了文法 包括了单字 包括了发音 包括了句子 这个翻译等等很多东西 所以它对英文的帮助 增加英文的功力 这一篇你看完了 就像吃了英文大铺碗 这等于双重目的 当然它这个英文 这一篇写得比较难 因为这个地球嘛 这个总是比较复杂一点 所以这一篇算是难度比较高的 但是我都会把它讲透透 你能听懂多少就算多少 所以这个 如果你英文真的很烂的话 对你的帮助不大 如果你英文程度还可以 甚至你英文程度就好得不得了 对你的帮助都很大 因为它有一定的难度 除非你已经是外国人 英国美国 已经大学程度了 甚至大学以上程度 那当然就没有问题 那我就是一段念一遍 然后英文念一遍 然后再讲它的意思 那一样是 一个句子红色 一个句子蓝色 这样子 因为一段文章嘛 它这个句子组成这样比较清楚 所以我们要去分析 分析结构 先把一段话 先把这个一句一句分开来 然后再来分 再来分就是这个底线 就是一小段一小段的 我们讲话的时候 也是要一段一段的 看的时候也要一段一段的看 为什么呢 因为外国人一起 句子常常很长 你看到后面就前面忘记 那第三个就是 动词是句子灵魂 所以用绿色字标出来 大概这几个因素 前面等于是 那个introduction 前面是简介 然后后面分别的 像第一段先念一下 Earth Earth is the third planet for the sun in the only place known at the universe where life has originated and found habitability where earth may not contain the largest volumes of water in the solar system on the earth sustains liquid surface water extending over 60.8% of the earth with its ocean making the earth an ocean world as part of the region's current lake retain most of the water with large sheets of ice covering ocean and land drifting earth from the water lakes rivers and atmospheric water land consisting of continents and islands extends over 29.2% of the earth and is finally covered by vegetation the earth's surface materialize earth's crust consisting of several slowly moving tectonic plates which interact to produce mountain ranges or candles and earthquakes earth's liquid out of the cord generates a magnetic field that shades the magnetosphere of earth largely deflecting destructive solar winds and cosmic radiation 这边是 这边是导演 地球是第三个 第三个行星 从太阳 水星进行 地球在火星降 它也是唯一的 一个地方 就是 就以什么为名吗 在宇宙中 它是唯一的一个什么 就是 生命 生命 起源的地方 以及可以发现 可以适合 habitability 就是适合生物居住的 居住的 难道不可能啊 宇宙这么大 怎么是唯一的地方 重点是没有 已知的 但事实上绝对不只是 只有地球 可是已知的 因为其他 有种生物啊 各种不同的生物啊 可是不知道 没发现 所以在已知的情况之下 是唯一的啊 并不是 绝对只是唯一的啊 正当地球啊 并不是包括所有的 Value就是什么 容积啊 体积啊 它并不是包括了太阳系啊 太阳系 所有的 这是最大的啊 包括最大的这个水分的啊 一个星球或者是一个空间啊 地球并不是啊 因为其他还有这个很大的行星啊 它有水啊 可水它不一定是 水有三态 气态 液态 固态啊 所以科学家写文章啊 不会写此 不是说地球有水嘛 有海洋嘛 有大气层 空气有水蒸气嘛 但是并不是最大的啊 最大的有水分的啊 但是呢 它是地球呢 是维持了啊 表面上有水 叫海洋嘛 extended 就延伸了 延伸到地球啊 就是地球表面有七层 七层是海洋水分嘛 这ocean 海洋嘛 然后让地球变成一个海洋世界啊 地球的海洋就是极地啊 南极北极啊 极地啊 所以它有S嘛 有南极北极 所以两区嘛 Cranberry就是现在呢 Dung-Chan-Rating 就是容纳了大多数的水啊 因为它有冰山嘛 就是怎么样容纳 大部分第二大部分的水就是 sheath 就是啊 这个冰山啊 sheath就一层一层的啊 像那个 因为那个冰山啊 有高游啊 像堆叠上一层一层的啊 就我们叫冰帽啊 冰山啊 这些啊 然后这个包括了海洋跟陆地啊 这个海上有冰山嘛 然后南极北极啊 都有冰山嘛 Dwarf 本来是苏鲁 矮子啊 在这边的动词 变成矮 我们这样中文怎么讲 湘形建筑啊 就是南北极的啊 这个冰山还有海洋的冰山啊 好像什么地球上的Granwater 就是地表的水啊 就是江啊 河啊 还有湖 还有河啊 还有这个大气层里面的水 什么东西 水电器啊 湘形建筑啊 就是就是冰山的水的含量啊 非常大啊 那土地呢 包括了大陆啊 各个大陆啊 欧洲大陆 美洲大陆 以及岛屿啊 这些都组成陆地 那陆地延伸呢 意思就包括地 地球表面啊 大概三层啊 你看海洋七层啊 陆地三层啊 然后这个陆地呢 Wirelet是很广泛的cover 被什么所包围啦 笼罩啦 覆盖啦 就是被 Vegitation Vegitation 是不是 要吃树啊 植物就是被 绿色的植物啊 被植物所覆盖的森林啊 树啊 这些 而在地球的表面之下 因为我们人住的 这地球表面像一层皮嘛 在地球表面啊 就地壳了 之下 有一些很多的物 物质啊 Line好像躺着一样 就是在哪里 在地球的地壳 就crash 它在 在地球的地壳 就是我们表面上 看不到 往下的地壳 而包括了好几种啊 就是 移动得很慢的啊 这些大陆板块 我们说大陆板块 就是Tentronic Place Place就是一块一块 Tentronic就是板块啊 就是板块会移动啊 但是它太大了 而且移动得很慢啊 所以人在上面又滴心里感觉不出来 在移动啊 然后这个 它会板块呢 互相 entronic 互相影响 那板块会移动啊 移动的时候会碰撞啊 会交错啊 会隐没啊 有很多状况啊 它都碰在一起啊 就会制造的山脉啊 像西马拉雅山啊 是地质上是最新的啊 龙起 快速龙起啊 啊 就是地壳挤压啊 可以龙起来变成山脉啊 这个山嘛 那山脉啊 山脉啊 就是很多山啊 然后火山 还地震啊 因为这个板块挤压会产生地震啊 一些断层啊 破碎的 它会挤压就是地震 那地球的水分啊 autocore 就是 就是地壳的啊 地壳的啊 外壳的水分啊 它也不一定像水啊 它就是有点像土石流啊 有硬的有软的啊 可以产生一个啊 这个 magnetic磁性的 feel的一个场 就我们讲的 就是 电磁场啊 因为 地球啊 外面有个电磁场啊 但肉眼看不到 眼睛很多都看不到 而这个电磁场呢 可以形成了 这个 啊 这个 地球的一个电磁圈啊 那电磁圈是干嘛呢 眼睛看不到嘛 只有用科学仪器啊 侦测了出来 这电磁圈呢 是保护地球的啊 可以largly 可以大幅度的 deflecting就是 啊 让它这个位置啊 偏移啊 让这个致命的 吹轨力的啊 太阳风 我们的太阳风暴 它就射线嘛 对人类的生物都不好 它可以把它这个啊 偏移掉啊 把它挡掉 然后还有来自宇宙的射线啊 这两个东西可以挡掉 然后第二段 所以你看这个 如果不解释的话 一般人80%以上可能看不懂 它侵略 as a greenhouse gas and, together with all the greenhouse gases, in the atmosphere, particularly carbon dioxide , creating the conditions for both liquid-cellaneous water and water vapor to persist via the capturing energy from the sunlight. This process maintains the current average surface temperature of 13.76 degrees Celsius. It works whether it is liquid under atmospheric pressure. Differences in the amount to capture energy between geographic regions as with the equatorial region receiving more sunlight than the polar regions. Dry atmospheric and ocean currents produce a global climate system with different climate regions. In a range, air weather phenomena such as precipitation, allowing components such as nitrogen to cycle. This one is also very difficult. The Earth has a big atmosphere. The Earth has a big atmosphere. The Earth has a big atmosphere. The Earth provide the state. At the engine of the Earth, the Earth has many impacts. These are tracking . These areasDNo. They are really a worris then in order to rhyme. Like a water source. These areas of theroux to Diane now productor. The 생명 have impossible to carry out Players can please use these rafts sequences and to keep showing the track. Then you can adjust toensor-wise during the moon. 地球就是要先進過大氣層 所以把有這種大氣層entry進入 那紫外線呢 紫外線為什麼這樣子搞不懂啊 紫色懂啊 什麼外 紫色外面啊 因為各種光波啊 紫色是光波最短的 那它比光波更短 沒辦法形容呢 所以用紫外 就是比最短的 紫色更短的波叫紫外線 那紫外線當然有分ABC三種啊 反正看情況C是影響力破壞最大的 所以大氣層呢 可以讓這些 可以阻擋小行星叫流星啊 所以為什麼中國叫燒馬星 因為這個小行星啊 流星啊 如果沒有大氣層摩擦 沒有全部燃燒完的話 掉地上不得了啊 像那個大的幾千萬千恐龍就滅絕了 還有紫外線就對人體不好的啊 所以大氣層是保護人 如果地球沒有大氣層啊 沒有這個電磁場的話啊 那就完蛋了啊 這根本不可能有人生存 它是一個 Campusation 是一個組成啊 它主要是 大氣層主要是由氮氣 Nitrogen 氮氣 跟氧氣組成 然後 這水蒸氣啊 就是廣泛的存在啊 可以給大家明知道 明明知道 明明知道動物存在 所以大氣層裡面啊 就是存在很多水蒸氣 可以形成雲啊 然後雲就可以籠罩 這個行星啊 地球 這個水蒸氣啊 它有什麼功能 當作了溫室的氣體啊 Greenhouse Gas 然後又跟其他的啊 各種的溫室氣體啊 在大氣層裡面啊 particular 尤其是二氧化碳 那這些東西啊 溫室啊 二氧化碳 可以製造一個 一種環境啊 一種情況 就是地球表面的水啊 以及水蒸氣啊 去維持住啊 然後 to persist 可以維持住啊 維持住怎麼樣啊 經由它去捕捉啊 太陽光線的能量啊 它可以啊 留住那些能量啊 然後維持住它的形態啊 然後這樣的過程啊 maintain 維持住 the current 就可以維持住 啊 因為它也像保暖 有保暖的功用啊 就是目前的啊 平均氣溫啊 地球表面 僅平均14.6度啊 C13S 設施 那F就是華氏 Ferrenheim 所以大氣層啊 可以保持恒溫啊 當然有存下秋冬啊 就平均了啊 然後 在這種情況下呢 水分啊 這個 大氣液態的嘛 就是在大氣壓力啊 它變成啊 擠壓以後 大氣壓力造成啊 水蒸氣把它壓成液體啊 然後這個 不同的數量啊 這個 大氣氈捕捉到太陽啊 光能的能量啊 在這個啊 地球的啊 這個是地理的啊 區域啊 啊 比如說在 Equadoria region 就是赤道啊 赤道 這形容詞 Equador 啊 就是赤道啊 這是Equadoria 就是赤道的一些地區 就比較熱啊 地球中間那一環啊 可以得到了 接受到比較多的啊 太陽光啊 比基地啊 接受到比較多啊 然後呢 可以引導出啊 這個 這個 大氣的 以及海洋的 洋流啊 所以這個 它可以引導啊 因為這些也是對 溫度啊 這些氣溫有關係啊 所以 地球 天下秋冬一方面 是地軸的偏差 待會會講 以及什麼洋流啊 氣流啊 都會影響的 比如 我形成風暴 颱風啊 也會 影響 溫度啊 就是 潮流啊 大氣 海洋的潮流啊 然後 可以啊 製造出 地球的啊 各種的 氣候的 各種形態 各種系統 在不同的 這個區域裡面 然後 這個 就是一個 一個範圍啦 就是 天氣啊 天氣的範圍啊 比如說 各種類型 包括 precipitation 這是什麼意思啊 有一點 降雨量 例如這樣的 它也可以 讓這些 也可以讓這些 大氣在裡面 單氣 可以循環啊 天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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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像 通過 四個 wonders 天氣 大 二三個 個 大 天氣 天氣 等 超白 Earth is orbited by one permanent natural sunlight, the moon, which orbits its stellen by the moon. 4 Earth is orbital to its own axis of the Earth. The Earth axis of rotation is tilted with respect to the perpendicular to its orbital plan around the Sun producing seasons. Earth is orbited by one permanent natural satellite, the Moon, which orbits Earth at 384,400 km and is roughly a quarter as wide as Earth. Through tidal lock-in, the Moon always faces the Earth with the same sight, which constantly stabilizes Earth's axis and gradually slows its rotation. 每一段都蠻難的,地球是一個圓形的,變成一個 ellipseoid,真是橢圓形的意思,地球是一點點帶橢圓形的,並不是正圓形的。 然後它的周長四周,周長四周,圓周大概四萬公里。 KM是kilometer,Seat,這個,很多外國念kilometer,kilometer,都可以,我希望念kilometers,公里。 Ellidas Miles,它是一個最厚的。 Dance本來是很濃的、很厚的。 意思就是它是太陽系裡面的行星,它是最密的,最質量,最大的。 為什麼呢?因為它是太陽系裡面有四個racking,就是有石塊、土、這些組成的行星,我們待會講哪四個。 也是質量和method,就是質量最大的,最重。 不是絕對是最重,而是每一個單位平均前它是最重的。 是質量最大,地球大概有八光年,距離地球,就是光行走,八分鐘,八分鐘。 就是太陽光,太陽光的速度,我明白要叫光年嗎?光的速度。 就是光大概就是八分鐘,就可以照耀到地球來。 然後地球繞著太陽轉,它偶爾是軌道嘛,這邊是當洞子用。 那大概要花一年的時間。 但是它,就是大概精確是3.65.25,大概天啊,就在一年。 繞太陽一圈一年。 所以叫公轉嘛,要公轉嘛。 自己轉就自轉嘛,回到太陽轉一圈,回到原點就叫公轉嘛。 然後去完成這個公轉。 Revolution 說不是革命嘛,是革命。 可是Revolution 本來意思是旋轉。 後來變革命。 那革命怎麼從旋轉,因為轉來轉去嘛。 就是你當皇帝啊,現在皇帝不讓你當啊,換我當國王啊。 或者換我當民主啊,就轉動,變動的意思。 後來就變革命。 這地球旋轉,圍繞著它的軸。 地球有一個假想,那是假想的軸。 但是那個軸不是正上正下,而是有14度半。 一個偏差,所以造成了四季代為假。 這地球啊,自轉啊,其實不是20小時整。 而是比一天20小時少一點點,是大概23小時56分鐘。 這地球的軸啊,旋轉的軸啊。 Tilted這個字啊,就是斜的,歪的。 不是直立的,不是垂直的。 就是從左下到右上,有點偏向14度,這邊沒寫。 跟什麼關係? 跟這個垂直的,就是垂直的。 這是以跟垂直來比,它有點偏差。 跟它軌道的軸有點偏差。 就圍繞地球轉,它是假想的軸,它不是直上直下, 它有點偏差。 可以製造季節。 所以怎麼製造,它後面會比較講詳細一點。 而地球的軌道呢? 它是,就是被什麼? 圍繞著,圍繞著啊。 就像軌道循環,被一個自然的衛星,就是月亮,圍繞。 月亮到地球轉,地球到太陽轉。 太陽要著銀河系轉。 銀河系又繞著宇宙轉。 所以它這個圍繞地球,就大概在38萬公里的地方。 這樣圍繞。 那38萬公里,它那個,在距離地球那麼遠的地方。 其實也不遠。 也就是大概地球的寬度大概有四分之一。 經過呢,這個潮汐的鎖定。 因為這個海洋嘛有潮汐。 所以這個很多人不知道啊。 這潮汐它會產生引力啊。 地球除了這個地心會產生引力外。 潮汐也會產生引力啊。 因為潮汐鎖定的關係啊。 所以月亮啊。 永遠啊。 它的一面啊。 同一面啊。 繞著地球。 這個什麼意思呢? 所以我們看月亮,永遠是看一面。 背面永遠看不到。 側面看不到。 為什麼呢? 因為那個月球、月亮啊。 繞著地球轉。 它轉的時候永遠是同一面在轉。 不是同一面的對著地球。 那為什麼呢? 為什麼不會轉嗎? 因為月亮也在轉。 它月亮也有自轉。 也有公轉。 可是對著地球啊。 永遠同一面啊。 為什麼它? 因為它那一面啊。 被這個地球的海洋的潮汐產生引力鎖住了。 它不動。 那可是它還是在轉。 那是怎麼解釋呢? 它剛好它公轉地球一圈。 一圈它就換一個面。 而在那過程當中啊。 它是同一面啊。 永遠對著地球這個意思。 然後它這個過程呢。 它可以產生了潮汐。 也可以穩定啊。 比較穩定地球的這個軸的那個角度啊。 已經已經偏差14.5度啊。 讓它不至於過大過小。 然後呢。 也可以啊。 逐漸地啊。 讓地球的slow rotation。 讓它的轉動啊。 比較慢一點。 那前面講啊。 這個地球啊。 在太陽系裡面啊。 行星啊。 它是有四個啊。 叫Full Rocky Mountain Planets。 就是好像有石塊泥土啊。 有四個。 我們說以前講九大行星嘛。 它現在變八大了。 冥王星太小了。 出名了啊。 所以像地球有這種石塊啊。 這些石頭啊。 這些岩石啊。 這四個就是水星、金星、 地球跟火星啊。 冥王Ö 亦及其其四個的爆撰。 我們工場了4.5 Need用以來自五啊。 during the 1st billion years of earth' history the ocean born and then life developed within it life sprangthe globally and has been altering earth atmosphere customers leading to the grey oxidation event to billion years ago humans emerged two hundred thousand years ago and 체육人類伴及8,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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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oday Human depend on Earth's Biosphere and Natural Resources for their survival but they have increasingly impacted the planet's environment Human's current impact on Earth's climate and biosphere is unsustainable threatening the livelihood of humans and many other forms of life causing widespread extinctions 这地球就像其他的天体 太阳系里面其他的星星、卫星等天体 它大概是比较十亿年 四十五历年前形成的 从什么形成的? 从这个气体形成 在早期的太阳系当中 就是大概在什么 在这个第一个太阳系形成的 第一个十亿年当中 这个地球的历史 第一个十亿年形成的时候 然后海洋就形成了 所以海洋形成很早 然后各种生物就开始发展了 然后这个生命 各种生物生命 就在Globaly 就是全球 Globaly本来是一个圆球体 就变成地球 后来变成全球 它一直在改变 它一直在改变 改变了 这个大气层的表面 不断地在改变 然后导致了一个叫做 这专业名字大气 就是大的氧化一个事件 就是科学家也搞不懂 就是在人类出现 不是人类啊 就是生物出现以后 但是很多 持续很多年 然后这个图案 就整个地球大气层 图案氧气 比重大量增加 叫Great Oxidation Event 这氧化 就大概在二十一年前 然后人类出现 是到大概三十万年前 大概出现了 这些都是不是确定的 但是真相怎么样 但科学家和考古学家也搞不清楚 就大概目前已知的状况 也许过几年 过几十年 几百年 又有新的发现 又有推翻 这是目前已知的 而且是推测 猜测 人到底三十万年 搞不好几万年 搞不好五十五六十万 搞一百万年 不知道 就是目前 大概 考古学家根据这种迹象 大概是三十万年前出现 那现在呢 已经达到了八十亿人 刚刚破八十亿 今年破了 然后这个人类呢 主要依靠地球的生物圈 有一个生物圈 什么叫生物圈 就适合啊 适合人类居住的 那个环境的生物圈 以及自然资源 让它们可以存活 让人类可以存活 但是呢 这个人算可以存活 但是已经impact 冲击到地球的环境 因为人嘛 排放热能 飞气物啦 二氧化碳等等 造成地球自然资源的被破坏 那人类呢 目前的破坏呢 对地球的气候呢 以及生物圈呢 是 unsustainable 是 sustainable 是维持 就是 就是 没有办法恢复的 很然恢复的 然后威胁到很多生物 人类的各种 各种人种啊 各种人类 以及其他的各种生命 植物啊 动物啊等等啊 然后造成了 大规模的 广泛的灭绝啊 像是刚开始啊 会越来越严重 Formation就是 地球的形成 The oldest material found in the solar system dated to 4.5Ga billion years ago The bodies of the solar system formed and evolved with the sun In theory a solar nandomer protrusion of the solvonium out of a molecular cloud by a gravitational collapse which begins to spin and flatten into a circunstallar disk and then the planets grow out as a disk with the sun The Nebula contains gas, ice grains, and dust. According to Nebula theory, Penitesimals formed by Christians with the primordial earth being estimated is likely taking anywhere from 72 million years to form. This is a bit of a difficult situation. The world's best in the world is the first time. The minimum was the first time of the universe is GA. The first time of the universe is the first time of the universe. The first time of the universe is the first time of the universe. 然后这个太阳系里面的天体形成了 以及进化 跟随着太阳慢慢出现 在理论上 所以这边医生科学还不是很确定 理论上 那当初怎么形成这些行星 就是有一个Solar是太阳的 太阳的星云 太阳星云 Protition Protition就是变成好几部分规划 像我们讲室内设计生说话 你要空间怎么样 规划Protition Protition就是一个容量 就是太阳星云 规划了很多的区块 就从分子云 Molecule就是分子 Molecule就是分子 原子分子 分子云 它是借由什么来形成的 就是引力 引力崩塌 Ravitation collapse 引力崩塌 然后形成的 这个开始呢 然后开始 宣转 旋转 以及变频 变成一个 这个Singsteria dusk 就是一个扁平状像我们CD Disk 就是那个像那个叠片 扁平的 就是 所以你看那个九大行星 甚至像那个Milky way 银河系 你看它都是在一个平面上 因为它有一个有力的关系 把它变频了 应该是变 第一个旋转 这个变频 像一个碟子一样 然后这个 这个 然后就出现了 星星 就像一个碟状 然后围着太阳转 它不是忽高忽低 在一个同一个水平面上 所以你看太阳 它跟银河系也是一样 你看那么多个 银河系有很多太阳系嘛 太阳系也没有 还有太阳系当时一个 一个类似太阳 所以太阳也可以叫恒星嘛 都在一个平面上 这星云呢 包括气体 还有一些 冰块状的栗子 还有一些灰尘 包括最原始的 一些元素在 根据这个星云的理论 这地球组成 这个字比较难解 就是组成那个 行星的最原始的 这个元素 它是形成 怎么形成 被这个Christian互相聚集 其实意思就是什么 意思就是这些气体 这个冰块 灰尘 聚集在一起 形成最早的 形成那个行星的元素 然后越提越多 就变成球体 那球体为什么都圆呢 因为它有个引力嘛 四面八方都一样 从它的圆星 到四面去都一样 因为它有个引力 然后这是一个最原始的 这个地球 它被认为是形成 likely taking anywhere 就大概从这百万嘛 就是七千万年 到一亿年前 大概形成了 但是你说地球上有些物质 都会有四十亿年 但是这是最原始的物质 因为它有些东西是 它本来就有四十亿年 可是地球上发现 有些什么延时四十多亿年 并不是说地球就四十多亿年形成 不是 大概一亿年前 七千万一亿年前了 它大概花了 这个意思是更正一下 它花了七千万年到一亿年的时间 去完成 所以十亿山科学家是说 花了这么多年形成 花了一亿年形成 但是 距禁四十多亿年 因为那个有些延时 可是当宗教上是讲不一样 这个比较复杂 花这卓狗 Lazuhบjalna Estimates of the age of the moon range from 4.5 G-A to significantly younger A leading hypothesis is that it was formed by aggression from material loose from Earth after the more sized object with about 10% of Earth's mass named Thea related with Earth it hit Earth with a glass and blow and some of its mass merged with Earth. Between Proximity 4.1 and 3.8 Gea, numerous asteroid impacts during the late heavy bombardment caused significant changes to the greater surface environment at the moon and by inference to that of Earth. 它估计月亮月球的年纪,它的寿命大概是我们说 Gea是11年,45亿年前大概形成 然后相对之下比较年轻一点 一个Leading就是李仙拉,就是一个比较先进的一个假设 所以我们再回过头,就是说地球是40多亿年 然后月亮是45亿年 但是地球是花了一亿年的时间形成的 但宗教上是讲没有那么久 当然宗教是宗教,信者很信,不信者很不信 这个危机里面没有写,我只是提到一下 这是一个比较先进的一个假设 就是说,这个月球啊,月亮形成是聚集 这个Creation是聚集,它怎么聚集呢? 它是从一些物质啊,就是很生产的 从地球啊,脱离出来,形成月亮 那为什么会这样子呢? 在一个什么之后呢? 在一个大概像一个火星那么大的一个物体 也是一个天体啊,一个比如说星球啊 它的质量大概是地球十分之一啊 然后这个科学家,天文学家称呼这个火星那么大的物体 叫做Theia,叫Theia,叫Theia 撞起地球,它撞到地球呢? 就是Glansin Blue Glansin就是,它是插撞,插撞 它不是正面撞,正面撞就毁掉,就是插撞 插撞过去,有一部分撞到 然后它有一些的物质啊,就跟地球合并了 然后合并了之后,有一些又脱离出去,变得月亮 它的意思是这样的啊 就在什么期间呢? 在41亿到38亿,大概这段时间是内 那许多的小行星啊,Asteroids 一些小行星啊,像流星那样子啊,撞起到啊 它在一个什么,什么的一个活动上撞的叫做 Late Heavy Bombing 就比较后期的,很严重的一个大军期 就很多流星啊,就不知道什么啊 突然很多流星撞到月亮 所以你看月亮表,表面坑坑巴巴的嘛 就在这个Late Heavy Bombing 这个期间撞到了 然后呢,就是让地球的这个表面啊,引起很大的变化啊 然后Inference 推论啊,巨推论啊 也对,也一样有一些撞到地球 Uriginal Life Evolution 就是地球生命的出现,起源啊,以及进化 Chemical reactions led to the fear of self-replicating monocular Shabbat for a billion years ago A half billion years later, the last common ancestor of a current life arose The evolution of photosynthesis allowed the sun's energy to be harvested directly by life forms The resulting monocular oxygen, O2, accumulated in the atmosphere And due to interaction with ultraviolet solar radiation Thron a protective ozone layer in the upper atmosphere The incorporation of smaller cells with the large ones Result in the development of complex cells called eukaryotes Personal核酸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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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48-billion-year-old sandstone in Western Australia biogenic graphite found in 3.7-billion-year-old melestimentary rocks in Western Greenland remains of biotic material found in 3.1-billion-year-old rocks in Western Australia the earliest direct evidence alive on the earth is contained in 3.45-billion-year-old Australian rocks suring fossils of microorganisms 这是一些化学反应导致了最少的自我繁殖 复制 自我繁殖分子 就大概在41年前 就开始各种生物就开始复制 就大概在5亿年之后 再到分子复制之后5亿年 最后出现了 最新的就是共同的祖先就开始出现了 这Evolution就进化了什么 然后这个光合作用 甚至是光合作用的进化 可以容许让太阳的 太阳能 这Hoffice版收获 被各种生命的形态所吸收 然后参与的氧气分子 聚集了 氧气聚集了 在这个大气层里面 然后由于D2是由于它的互相作用 跟这个紫外线互相作用 就像太阳射箭之外 形成了一个臭氧层 所以你看我们臭氧层 Protector 是一个保护性的一个氧 氧的那一层叫臭氧层 这样形成的 那臭氧层对人类是有保护作用的 就像那个外层的电磁圈一样 你看大气层 你看大气层电磁圈 还有特朗 都是保护人类 在这个大气层的双方 所以一些南极 双方说破了 破了个洞 那紫外线会进来 这个对人类不好 奇怪后来它又慢慢自我修复了 那这个AQFC就整合了 就是小的细胞 因为它这个内容太大 所以它有时候会跳一下 所以突然跳到一些小的 比较小的细胞 跟大的细胞 会整合 然后产生了一个复合性的细胞 叫做这个名字 最早的就是元素细胞的意思 这个我们讲的 这确实是真正的 这个多细胞的一些 原始的有机分子 有机物 形成了细胞 所以最早是那些东西 细胞 因为细胞核细胞 还有这个原始的细胞 它形成了 就是我们现在讲的细胞 因为这个各种生物嘛 都叫细胞 那根本来是植民地 那根本来是植民地 植民地 它原来是居住地 它这个就产生了 它有一个地方可以待着 就慢慢的变specialized 就是各自不同 有各自的特色不同 各种细胞 然后精油是谁帮助呢 它吸收了 吸收了一些有害的子外线射线 被这个 这个挫氧层 挫氧层吸收了 对生物有害的子外线 所以生物就不会被它伤害 在这种情况 这种爆竹之下 这种情况之下 生命呢 获得了保护嘛 可以聚集在地球的表面 那最早地球上最早的 这个化石的证据呢 因为很多 很多东西腐烂掉 找不到 可是有些生物啊 植物动物 它变成石化 石头化 变化石了 就可以追溯用碳石字 可以追溯到它年代 所以最早这个 这个就是 这个最早的化石 是在这个三十多亿年前 这个沙 像沙形成的石头 在澳洲的西部发现 距今三十多亿年前 就是有生命的证据 然后一些生物基因的石墨 石墨里面 它里面也发现了 生物的基因 也发现了 更早 三七亿年前 在这个沉积岩 这是沉积岩 这个字很难 沉积岩 这是我打航区 它的重印在这里 沉积岩 石头 在西的Greenland 格林南岛 格林南岛 格林南岛很大 然后还有这个remains 这边是名词 不是动词 就是残余物 就是生物的物质 它的残余物也发现了 更早 在四十亿年前 也是在澳洲 所以澳洲算很古老的大陆 最早直接证据 就是地球上的生命 contain 包含在最早生命里面是 是三四亿 五千万在澳洲的掩饰里面 显示出来 它是 这个 维生物 已经进化了 维生物的化石 已经变成纯 因为有维生物 然后慢慢就变成比较大的生物 地球未来怎么办 现在我们都移植地球 可是地球未来会变什么样 有期ñ 有 brightly 有的地球滩 有大小用生物 blemer微纠缔 的两场有多数 维生物 公钮 带緊花 空写 在学校 悠然 low for plants is approximately 100 million to 900 million years. The lack of vegetation will result in a loss of oxygen in the atmosphere, making animal life impossible. Due to the trees, luminosity, earth's mean temperature may reach 100 degrees Celsius in 1.5 million years, and the ocean weather will evaporate and be lost to space. which may trigger a runaway greenhouse effect within an estimated 1.6 to 3 billion years Even if the sun were stable, the fraction of water in the modern oceans were descent to the mantle due to reduced steam venting from mid-ocean ridges 这些都比较难 这是地球的未来 地球可预见的长久的未来 地球未来会怎么样 就是绑住了 就是跟太阳的动向密切相关 这都是预估 科学家预估在未来的11亿年 在未来11亿年之后 这个Luminosity就是亮度明亮 太阳的亮度会大幅增加 增加10% 然后在接下来的35亿年 又过35亿年又会增加到40% 也就是说 白发我们就是说 太阳将来 当然很久了 我们的未来时代都看不到 未来月亮会变大 亮度也会增加 温度也会上升 那就把地球烧掉了 那怎么办 地球的温度就会上升了 因为它的明亮度增加 从10%慢慢增加到40% 亮度增加就是变热了 地球气温会增加 会增加在地球无机的 碳的循环 然后会减少氧化碳的浓度 然后到一个 死亡的 可以让人致命的一个新低 对于各种植物 就大概在百万全一到91年 这个未来这样子 那当然地球就完蛋了 然后也缺少了 因为各种环境都不好 温度也太高了 CO2浓度也降低了 然后植物就活不下去了 就缺乏植物 会造成氧气的损失 因为它有些植物白天晚上不一样 白天的时候放出氧气 晚上放出氧化碳 所以晚上不要到生灵 白天去 白天去生灵 生灵域 这个空气新鲜 氧气的成分比较高 晚上去 这糟糕了 氧气变少 氧化碳变多了 然后大气层的氧气就会流失掉 那就让生命的各种物种 这animate不要当动物 就是活的东西 就不可能了 活不下去了 然后由于 因为增加了明亮度 就是太阳变大 亮度增加 气温变高 这命当不是动词意思 这些形容词就很恶劣了 地球很恶劣了 气温会达到 数是100度 那人就没办法 100度水都开了 就大概在15年的时间内 那所有的海洋的水分 都会蒸发掉 你看就是 100度嘛 海水都蒸发掉 然后蒸发变成水蒸气 就到Space 到太空当中 那这一个就是会引发了 一个Runaway 就是温室气体 它会消失掉 跑掉 就估计啊 在这个16年到31年之后 即使啊 就算太阳啊 就是 就稳定 就稳定 就算太阳变得 没有那么恶化 变稳定 稍稳稳定了 但是已经还是变大了 然后 然后 这个是各种水到分解啊 就是 我们像海洋水到分解啊 也会啊 Design就是下沉 下沉到Mental Mental 这个字就是地质学生 本来是斗篷的意思啊 这边当然不是斗篷啊 就是 我们讲地寒 什么叫地寒呢 就是我们 表面上是陆地嘛 海水嘛 海水下面还有陆地嘛 只上面海水 那陆地下面就是板块嘛 好了 那不管是海水下面陆地 还是我们陆地下面的板块 下面什么叫地寒啊 所以地球最大的部分叫地寒 所以地壳 地壳 那就是地壳核心 那像这幻想的假设 它是一个像一个 啊 里面像个小太阳一样啊 里面非常热 地形非常热啊 然后 会这个 减少啊 各种的这个蒸气啊 它会从这个什么 Mid Ocean Ridge 就是海水下面有什么大西洋 中央济 像那个高山一样 就是 海水下面陆地凸起的部分啊 它会从气体中央边排放到 地海里面许 The sun will evolve to become a red giant in about 5 billion years Models predict the sun will expand to roughly 1 AU about 250 times its present radius Earth speed is less clear As a red giant the sun will lose roughly 30% of its maps So without tidal effects Earth will move to an orbit 1.7 AU The sun when the star reaches the maximum radius Otherwise with tidal effects It may enter the sun atmosphere and be vaporized 太阳会进化 会发展成什么 变成一个 红色的巨星 红巨星 在大概51年之后啊 但不是说 在什么中间 在时间上呢 是要满了 51年之后 然后一些科学的测量模型啊 预测啊 太阳将会扩大 变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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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概到 一个啊 AU 一个AU呢 就是 这百万千万亿啊 一亿五千万啊 公里啊 变那么大啊 啊 然后 也就现在啊 它的半径 位置是半径 半径的250倍啊 变那么 就大很多啊 嗯 当然 最后大会吃掉 会吃掉这些信息嘛 把它都 也都蒸发掉 这就是世界 那真的世界末日 可是太久了 太久了 我们碰不到 自己说人都碰不到 但地球的命运啊 目前还并不是那么清楚啊 因为这是 科学上的东西嘛 还没有到 它也 只是预测啊 所以 不是很明瞒 而作为一个 红色的巨星啊 太阳 会损失掉 它算变大 变亮 它质量会变小 所以是30% 质量 然后 因此呢 因为质量小嘛 它的引力就小了嘛 就是 这个潮汐的引力变小啊 然后 地球呢 会move 这是 这时候 绕着太阳的轨道呢 就变成1.7个啊 就是 2亿 5千公里啊 距离地球啊 然后 当这个 当这个 星星嘛 星星一定是 恒星嘛 一定是 一定是 月亮 不一定是太阳嘛 所以太阳是 星星嘛 从我们看到 只要会发光的星星嘛 都是 恒星嘛 像地球叫 叫 星星嘛 像越南 叫做 叫 卫星嘛 那 那 这个太阳 它变最大的 池径变最大的时候 这另外一个情况之下 就是 在潮汐影响之下 会 进入太阳的这个 大气层啊 都会被蒸发掉 就是 地球水气都会被蒸发掉 那就是世界末日啊 上一次是一个地球的 大小 地球啊 它是圆形 但是不是正圆形 带来椭圆的 也就是 赤道那边宽一点啊 南北 南北稍微 短一点啊 这样子 而经过这个 HydroStatic 就是水平衡啊 就各种海洋啊 这个 大气层水气的 它的平衡啊 不会 不会多 不会少 然后它这个 在这种影响之下 地球的平均的diameter 它的直径啊 是大概是 一万两千公里 也就是 将近 八千 英里 然后这种情况造成了 地球是 这第五大的啊 在 太阳系里的 第五大啊 这个体积 第五大的 以及最大的啊 就是有地形地物啊 有石头啊 这样的一个行星啊 前面讲四个嘛 那是最大的 地球 太阳 太阳 对面 太阳 Earth State Fittemore has local depographic variations There are the largest local variations like the Mariana Trunch On the shorelands,Earth's average radius by 0.17% And Mount Everest's length is by only 0.15% Since Earth's Earth's father's island defender center mass at its equatorial bulk The sun near the volcano,Cimbarenza and Ecuador is its father's point out Paralleled to the ridge land topography,The ocean is there's more dynamic topography 這邊講地球的大小,就是因而地球的旋轉 所以它這個產生什麼影響 就是地球形狀是一個ellipso,這個南極的橢圓形 Burgeon就凸出來,在赤道Equator,赤道凸出來一點 赤道寬一點,比南北寬一點 寬多少寬,43公里 比這個Pulse的極地就南極、北極 也就是地球東西快一點 比南北快43公里 它不是正圓形 而地球的形狀 它是隨著有各種的 各種當地的地形 這個topographic 各種地形的變化 有高山、平原、河流、凹地等等 雖然它有各種很大的各種地形的不同的變化 就像是馬里亞那海溝 在菲律賓那邊,深度大概11公里 10公里,將近11公里 它只是地球的半徑的0.17而已 那地球最高的是艾伯勒斯峰,以前叫聖母峰 它是也不過只有地球的0.14%高 然後下面這一區就比較有意思 這不是自成,因為 因為地球它是一種赤道沒凸出來的 東西比較寬一點 所以地球最高點不是艾伯勒斯峰 不是 因為它是橢圓形的關係 所以它反而是 厄瓜多 它是從赤道過來的名字 厄瓜多 它那個這個 Gimbarezzo 這個火山 在最高點 意思就是它在赤道 因為赤道本身就突出來 所以最高 而不是艾伯勒斯峰 然後Pierre就是跟什麼平衡 就相對於一些Rigeline 就是地球表面 各種崎嶇不平的 相對於地球的 這些 起雲不平地形 海洋 反而充滿了這個 海洋也是有地形 海洋下面是比較更多變的 更充滿能量的 Service 地球表面 下降海洋的 地球的表面 它是地球的最上层 它是崎岖的 不平的 或者是一个充满水就海洋的结构 它是表面 所以跟表面上面大气层是相互交互作用 地球作为一个蛮理想的球体 但是前面说的它不是正圆形的球体 它的表面大概是百万千万五亿 整个地球的表面 表面积是五亿平方公里 地球呢 可以 Earth 我们一样土地 它也可以当地球 它也可以大写 可以小写 当大写就是专指地球 当然这是第一个字 但它本身可以大写小写 如果小写也可以当恒星 大写就是地球 像土地啊恒星就不能大写 地球可以被分为两个半球 还没表现 两个半球 一般来讲 地球被分为 被这个纬度 Legitude 是纬度 南北纬 Longitude 是晶度 东西晶 这分为两极 两个部分 就是南半球 跟北半球 或者被这个晶度 就是东半球 西半球 分为东半球 西半球 有关于这个 它的表面的分布 就是土地跟水 地球可以被分为 海洋的部分 海洋的部分 还有陆地的部分 陆地向河 句话 耳朵 例在这些尼文字 也全静 是 海洋的部分 Earth consists of the interconnected ocean may connect earth's global ocean or wood ocean this makes earth along with its vibrant hydrosphere the water world or ocean world particularly nourishes early history when the ocean is thought to possibly cover earth completely the wood ocean is currently divided into the pacific ocean atlantic ocean india ocean southern ocean and arctic ocean from larger to smallest the ocean fells the oceanic basins the ocean floor comprises the basimal planes coming into shelves sea mountains submarine volcanoes oceanic tranches submarine canyons oceanic plateaus and a global a global span main ocean ridge system 就是大部分地球的表面是有水覆盖的 前面讲七成嘛 它是一个液态的一个成分 以及有一些比较少量的一些冰嘛冰山嘛 就是占地球表面的百分之七十点八或者是三亿 三亿多平方公里在地球表面 它又包括互相互动的海量 什么叫互相互动海洋 有大平洋太西洋 大西洋太平洋印度啊 它没有交界啊 不像国界啊 它是互相啊 它是互相流动啊 就互相交互影响啊 流动啊 没有说弄个墙啊 弄个什么把他挡住啊 然后这个造成了这个地球的啊 这个海洋啊 或者海洋世界啊 这也让地球呢 就是它有这个半分的一个活动力很强的一个水系统啊 这水世界啊 有海洋 主要有海洋过程啊 或者海洋世界啊 在地球早期的例上啊 被认为它曾经半分之百全部覆盖 有什么意思啊 就是地质学家 那科学家他们推测 地球刚性的时候表明上全部都是水啊 没有陆地 后面才退开来变成七层三层陆地冒上来 在海洋世界呢 通常被分为啊 地球海洋就是太平洋 大西洋 印度洋 南洋 还有这个什么 北冰洋啊 就是极地南 北冰洋 南极那边海洋 就从大道行 所以太平洋最大嘛 其实大西洋 然后这个海洋呢 也叫海水啊 填满了所有的 这个海洋的盆地 什么叫海洋盆地 你把海水推干了 下面也是像陆地一样 有平的啊 有高山 有凹地啊 填满了 所以当然有些地球 本来没有海水 表面上坑坑巴巴的 又高的 又平的又低的 后来就是水汽啊 被压缩下来啊 就填满了 比较低的地方 就被海洋 比较高的地方就陆地啊 又此一说啊 这个海床呢 它是包括了 Bismo 就深海的平原 这个Bismo 本来是地域啊 就很深 深渊 我们讲深渊 万丈深渊 就深海的平原 它有平的 你把海水床下面有平的 还有些大陆的这个 棚架啊 有一些 就是靠近大陆 靠近陆地的啊 还有斜坡那个地方 像一层这样子一样 还有海底的山啊 海底有高山 甚至海底还有火山 你看这边啊 这棚架本来是 棚架体嘛 但原来是海洋下面的 海洋下面的火山 还有海沟 像马利亚的海沟 海洋的山脉 还有高原啊 Platoo是高原啊 还有一个 全球都有一个 我们叫中央级系统啊 也就是好像那个背部啊 凸起来像鱼啊 有些背部凸起来 很长啊 那个 Tectonic Places 是大陆板块啊 就是我们的目的下面就是板块啊 肥本板块啊 大陆板块啊 欧雅板块啊 什么东西 Earth mechanically rich outer layer Earth crust and upper mantle the little sphere divided into tectonic plates This plates are richer segments that mean relative to each other at one of three boundary types the converging boundaries to plates come together the diverging boundaries to plates put apart and that transform boundaries to plates slide past one another literally along this plate boundaries 地球的极界的构造 自然的构造 就是动力的构造 意思啊 就是奥土不平的这表面啊 它是地球地壳 地壳的表面啊 以及这个我们前面讲啊 地球最大的体积就是地寒啊 也就是 litter sphere 就石块啊 由石块组成 到地壳到石块组成 当然还有一些液体啦 它分为啊 就是把区分各种不同的 甲S嘛 大陆板块啊 而这些各种不同的板块啊 就是一些啊 也是凹凸不平的一些部分啊 就是彼此互动啊 而且它变成三种形态啊 第一种就是conversion 就是合并的啊 就是两块大陆和合并在一起 第二种就是分开 就是两块大 两块这个大陆啊 板块啊 就是分开 一块变分开啊 第三种transform就是 这一次啊 这个transformation 像电影变形的 就是啊 合并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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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两块啊 但是跟第一种不太一样 它是部分合并啊 就是 我们叫做 叫做什么什么 下沉啊 上升啊 就是两个 啊 第一个情况就是 两个大陆啊 合并在一起 第二个分开 第三个 两个啊 就是一个插到另外一个上面 当然换句话说 另外一个变成下面啊 就是部分重叠的意思啊 latery 就是实际上的 本来是字面上的意思啊 随着这些啊 这个板块的僵域呢 或者这种板块 不管合并 分开 或者部分重叠啊 就造成了地震 火山 造山运动啊 像喜马拉雅山就造 以及海底 马列马列海沟啊 这些都形成了 而这些板块呢 就突起来啊 往上嘛 right 就是骑上撞去 突起来 突起来啊 然后 在地壳上面突起来啊 啊 就是 它是 它是 比较是 石头状 稍微就是比较硬的啊 固体的 而且比较是 不是那么流动的啊 因为里面有些 那些岩浆啊 有一些液体啊 我们讲流体啊 并不是像 液体啊 就 就有固体液体啊 介于中间流体啊 比较像这个 它会流动啊 那些会流动的啊 然后 就是 这个地漫上层啊 而地漫会动啊 它会移动的 那在上面的地壳啊 也会动啊 但是慢一点 就彼此啊 流动啊 然后 随着这个 板块 移动啊 这 池场 啊 地球外面 池场 可以保护地球的 和灵魂 地球 移动 在这一个 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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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远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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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he pose at a dipole are located close to Earth's geographic pose.Convection movements in the court are chaotic.The magnetic pose drop and periodically change alignment.This causes the secular variation of the main field and field reversals at irregular intervals average in a few times every million years.The most recent reversal occurred approximately 700,000 years ago,地球磁場,地球為什麼磁場,主要的地球磁場是有什麼產生,是有地核,地球的核心產生的,它會動,它在轉動,流動的過程當中會產生磁場,電磁,這樣充滿了動能,磁場會產生動能這種過程,它就是轉變了這種,就是 動態的一種能量,就是由哪裡產生,就是地熱,地熱,還有這個結構性的流動,都會產生,也就是地球的核心,地核它轉動,也包括地寒,它的轉動,轉動過程當中它會產生磁場,磁場它的能量,它有能量, 這個磁場延伸了,就是從地殼的外面,然後再經由地層地核,地心,然後上面是地蔓,也就是地球的表面,就產生了磁力,然後大概就是,就是在這個兩極,dipo就是南北極兩極,大概是兩個, 然後這個地球南北極,就是位於地球的這個地理上的一個尖端,Pu就是本來是桿子,就是好像北部一個北極一個南部南極一個,這種流動,地核那些流動產生磁場這種運動,它是從這個地核,地心產生的這種流動,它是不規則的,很混亂的, 然後這個南北極啊,也是會流動的,然後它的分裂會,排列會不一樣,這個Sekiru本來是俗世的啊,世俗的啊,這邊另外一個就是,時間很長久啊,就會造成一個,時間很長久才變動一次啊,這種磁場啊,這種變化,重新排列組合啊,大概數百萬年才發生一次啊,最近發生的啊,就是大概在啊,這個七十萬年前之前啊, 然後,Excel, Tilt, and Seasar啊,這一段對我們日常生活比較有關係啊,就是說,地球是傾斜的啊,然後造成了四季,Excel, Tilt, Earth, is approximately 23.5 啊,我前面講44多,都講錯了,記錯了,它是23.4度偏差啊,所以更正一下,前面記錯啦,with the axis of its orbit plan, always pointing towards the celestial pose, due to Earth's axis of tilt, the amount of sunlight reaching and any given point of the surface varies over the course of the year. This causes the seasonal change in climate, with summer in northern hemisphere occurring, when the tropical cancer is facing the sun, in the southern hemisphere, when the tropical Capricorn faces the sun. In each instance, winter occurs simultaneously in the opposite hemisphere. During the summer, the day lasts longer, and the sun climbs higher in the sky. In winter, the climate becomes cooler, and the day is shorter. In the northern hemisphere of the Arctic circle, and below the Antarctic circle, there is no daylight at all for part of the year, causing a part of night. And this night extends for seven months at the pose themselves. The same attitude, social experience, and midnight sun, where the sun remains visible all day. And this is an active state, mostly living right through the range of the waves, The same attitude is greater than 23.4 degrees. The same attitude is greater than 23.4 degrees, from the east-軸向 of the left- LINK, I remember 114 degrees. The same attitude is great, and there is no longer than 23.4 degrees. Then there was always the same route from the south-electrope itself. 这个是不好的解释 就是天气 然后由于这个地轴的 它有一个倾斜度 所以这个太阳光 到达地球表面任何地方 都不一样 在每一年不一样 那是什么意思 就是地球绕着太阳转 转一圈 可是因为地轴是有 23.4度的变动 所以它转动过程的当作是 因为太阳是相对 所以太阳也是动 它相对比较不动 它的光热都是定点发出来 可是因为地轴是偏差的 是歪的 所以有的时候 这个地球是太阳转转 有时候南半球受热就比较多 南半球就是夏天 北半球就冬天 而有时候转一转 因为它地轴是偏差的 有时候转一转 北部的受热就比较多 北部有比较夏天 南半球有比较冬天 所以我们是奇怪 我们国在中国大陆 台湾是北半球 我们夏天的时候 澳洲那边冬天 就是因为这样的关系 所以造成了四季的 温度气候的变化 所以在北半球夏天的时候 就是Tropical Cancer 我们叫北回归线 Cancel本来是炎症 癌症 可是它是大血 就是它本来叫巨蟹座 跟巨蟹座有关系 反正Tropical Cancer 就北回归线 面对太阳 所以那边夏天 那南半球呢 就是Tropical Capricorn 就是南回归线 它跟摩蟹座有关系 它就变得比较冷了 这个同样的情况 它这个也就是以此类推了 反之亦然 在夏天的时候 这个白天 对于本来是一天一天 它原始的意思是白天 Day night Night就晚上了 这白天的时候会长一点 太阳会爬起来比较高 在东间的时候会变得比较冷 而且白天会比较短一点 然后在这个 这里是北极 北极圈 然后或者南极圈 就是几乎就没有 因为几乎就没有阳光 就是一年的某一些季节里面 为什么呢 因为赤道为什么热 因为赤道就是太阳直射 那为什么南北极啊 比较冷啊 因为太阳照过去是斜的 所以它受热啊 受光比较少啊 所以这个晚上就 这个好几个月啊 就是比较长啊 所以在某一些维度来的 维度啊就是 就是会经历过一些 叫做午夜的太阳啊 就是几乎啊 白天晚上都看到太阳啊 就是因为这个地球 地轴的偏差啊 最后一段啊 就是Life on Earth 地球上的生命 Earth is the only known place that was and has been habitable for life Earth's light developed in Earth's early body's water some hundred million years ago after Earth's moon 地球是唯一的 已知啊 这habitable就是适合生物居住的一个星球 地球呢发展啊 就是各种的 就从海洋开始发展生命啊 然后人类啊 一般啊 人类需要认为是从非洲 东非那边起源啊 就在这个 这个 几千万年前啊 行程 Earth's light is over time very diversified aligned biosphere to have different Biomers which are inhabited by compared to with similar plants and animals the different Biomers are to yepifying are developed at distinct elevations of water depths planetary temperature latitudes are on land also with different humidity Earth's basis difensify the biomass which is the peak and shallow waters and with forests particularly in equatorial worn and human conditions Ware fruits and polar regions and high altitudes or extremely arid areas are relatively barren a plant and animal life 这段说地球的生命啊 它是多元化的 各种 啊 变化很大的 啊 就容许啊 让这个生物 地球生物圈啊 有各种不同的物种啊 然后适合棲息啊 这个 inhaber就适合居住 适合棲息啊 就是适合同 相似 啊 类似的物种啊 类似的植物跟动物啊 也达到同类嘛 同类也比较容易聚集在一起 这各种不同的生物圈啊 各种物种啊 集合在一起 这个意思就是 各种物种集合在一起的意思啊 发展啊 就在这个特定的各种不同的高度啊 或者海洋的深度啊 就是一直在各种地球表面都有啊 都有发展啊 然后在这个地球的这个 某些温度的这个维度地区啊 南北尾啊 以及土地啊 还有在不同的湿度之下 都各有各种物种的意思啊 而地球的各种种类啊 物种啊 它都是这个各种分类都不同的 然后它的生物圈啊 就是达到了这peak是高点啊 就是物种比较多啊 就是比较多在哪 shallow water 所以比较浅水啊 生水比较 生物比较不容易 比较浅水区域 还有 有森林的 因为森林嘛 森林啊 这个以前的原始人啊 杀动物不容易杀嘛 也没有弓箭 也没有枪啊 而且拆果子啊 食塑料拆果子啊 就比较啊 然后尤其在赤道地区啊 比较温暖啊 潮湿地方啊 容易有植物啊 正当这个Frizen Polar Region 就是南北极比较冷的地方啊 以及高维度区啊 高维度嘛 高维度就比较冷嘛 或者极度 这个area就是很干旱地区啊 就是比较不适合人居的啊 就比较barren就是荒芜啊 barren就是寸草不生啊 动植物都比较少啊 就比较不适合啊 这种生物聚集啊 所以它这个 我虽然精简还是很长 而且比较满啊 我也没有办法讲细讲啊 因为这样已经花了一个多小时啊 所以我只能大概讲啊 所以你也可以重复的看啊 如果你有时间有兴趣的话 最后就是 拜托大家 我20个频道尽量的订阅啊 可以的话就donate一下啊 数目不拘啊 看量力而为啊 这一期讲真了